业余阿伙子不会防 空间球防的不好 特别是高调 一碰就飞 防高调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在防高调的时候 对于防守来讲 业余拳手空间间高了 掉了就想去拿手去接 第一点就是说 对于对方拉高调的时候 首先一个人是保持一个是 人是比较紧凑的状态 然后手在找球的同时 手应该是高于球的 这样的话 我们在找球的时候 就要依靠我们的脚底下的调节 然后进行从上往下的压 对方高调 掉过来的球落上球台 肯定是要高于这个球网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反手击球 反手防守都是要高于球 这样才能达到说对球的去控制 很多选手防守的时候 手低了 或者是手高了脚没动 乒乓球的一个整体运动 更多的是锻炼大家的 手脚协调的能力 眼睛还有脑 大脑 眼睛 手脚 相配合的运动 在一个机球当中必须要用到手脚 眼睛脑子 可能眼睛脑子是我们大家下意识 最主要的就是手和脚的配合 所有的技术当中 每一个机球 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出手脚配合 手脚协调 才能达到时候我们把这个平方球去打好 打平方球的目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防护肩球 有些球其实可以不用完全去碰去防 太被动了 那现在其实很多技术可以去反手撕啊 正手快带啊 这种边拉过来球你去反撕反带的话 在弱点弧线还有节奏控制上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是这样 就是说在于击球的同时 我刚刚说了 就是说防守 防守的时候 如果对方弧线高了 那我肯定是要找到球 然后去防 手要高于球 对球达到控制 那控制呢 有两点 第一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就乒乓球的原理嘛 就是可能我不发力 那我对球 这个球控制可能更好一些 对吧 就是说业余选手认为发力永远是把手拉开 叫所谓的抽球 这个力量会更大一些 但是呢 这个时候它命中率会很低 对吧 那我个人的这个总结出来的原理呢 击球的原理 就是拍子和球距离越近 你对球的控制会更好一些 就是不管是什么打法 尤其直板 就是说你拍子离球距离越近 你对球的控制会越好一些 这样呢 我们在控制球来讲 就会更好 效果很好 第二呢 就是说在找这个球的这个点 如果说自己处于被动当中 想在被动当中去转 转成进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加强 第一 拍子离球要进 进了之后呢 找到球之后呢 然后呢 进行体会 拍子 吃球时间长 尽量 就是说 相比之下 尽量 就是说 球能在拍子上停住 然后再打出去 这样的话 达到对乒乓球真正的控制 这种球呢 更多的是 采用的是借力发力的方式 而不是说 绝对的力量 或者是绝对的 不发力 绝对的借力 而是采取借力发力 这样的话 对球又达到控制 也达到了说 对球的质量的一种提高 对人拉过来 红标球啊 一个快是主动发力 反思是 借助对方力量 这个动作上面 他应该接触点 包括在球的 什么时期去接触啊 前臂当中 使用这个小动作 怎么样瞬间保证这个摩擦足够充分 快撕的时候 基本上 对于节奏的控制 体现在拍子 持球时间是否长短 然后呢 在做的时候 手腕也是要尽量控制 然后快撕当中 进行看主动的 手腕前臂一起做 主动的对球 加旋转 加控制 这是快撕 如果说在对方 拉我的时候 形成主动的这种反思 主动的这种借力 发力的球的时候 更多的还是要求 拍子 拍子 找球 首先一个在稳定过程中 去找球 找球之后呢 体会拍子距离球 很近 这个时候呢 靠这个感觉 然后呢 体现在再加上摩擦 用自己的 纯粹的这种 手腕力量 前臂力量 他俩是相结合的 这个力量呢 去抵消对方 所拉过来的旋转 包括力量 然后进行借力 发力 这种快带 在动作上面 它也是跟反思 差不多的意思 其实它正反手 它有一些共通的 这个点 其实就是在这 就是说 我在借力发力的时候 包括你们可以看 就是说马林的 这个正手快带 是实际上算是最好的 一项技术 它的快带的时候 也是采用的接力发力 就是说拍子 离球距离近 在近的过程中 手腕对球的控制 摩擦对球的控制 和收前臂的速度 来决定 这个球的命中率 如果说对方拉过来 球特别长 然后我们还要拼命的去发力 那这个时候 它的击球点 是得不到保证的 所以说我们更多追求的 其实保证的是 尤其在防守转进攻 就是说 防守本来是比较被动的 然后想转成进攻 更重要的是掌握 它击球的点 和拍子对球的控制 感谢观看